很多人家沒穿的衣服很多 除了火燒冷凍 其實還可以做其他的運用 火燈的青春火是特別基盤 這個創意圍裙的比賽 將家沒在的牛仔褲改變 現在變成土耳無二的工作圍群 大吉家庭把已經沒穿的牛仔褲加開 帶下來一尖 還有一山來拿牛仔褲改做 利用那個 就是我們平常這樣 就是要淘汰掉的那個 褲子不用的話 可以再火燒再利用做圍群 原本就是彩虹的路線朋友 做起來真是手 我們是朋友就沒那麼簡單 不抹 還是 就是上學的時候 抹 抹有過家政客 所以多少也要有一點印象 出別多人去不找青春朋友來參加 以法委員黃秀鳳也全港來東路 拿來肯定主辦單位的用心 感謝我們的花壇青商 能夠在這邊辦活動 讓花壇青商結合花壇在地的文化產業 大家一起來推動花壇在地的產品 讓其他地方能夠看得見 因為我看到花壇 這一群年輕人真的都非常的用心 尤其是 一過一個早上的模型 手作創業的性格 馬上就要來登堂 對喔 我們沒有女性喔 所以我們這個 手比較粗糙一點 我們男生 創造的稍微有點粗俗一點 然後路人不會多多 主辦單位基礎 花壇青商在四大社團當中 是最少年也最活力的社團 基盤創業手作比賽 也是登堂情商 笑人創業有活力的經驗文章 路上的新聞 中西良回答的蔡鳳報道 不好意思 廖長 革命 因為 政府常侵